这里是网图社 5月15日 呼里勒苏格总统亲自接见了工训运动员 世界纪录保持者阿瑞达纳 并向他表示了崇高的敬意 自1962年进入体育学院以来 阿瑞达纳就将体育融入了自己的生活 1966年 大学毕业后 他接受了专业的天津训练 尤其上涨 短跑和中跑 并积极参加比赛 2019年85岁高龄的阿瑞达纳 在波兰世界田津锦标赛上 夺得三枚金牌 2019年85岁高龄的阿瑞达纳 在波兰世界田津锦标赛上 夺得三枚金牌 成为首位创造这一纪录的蒙古人 此后他一直参加 亚洲各地的田津锦标赛 和建江赛 赢得了多项金牌和银牌 胡瑞勒苏国总统对尽管年事已高 但仍坚持体育锻炼 并把国家的声誉传播者 世界各地的阿瑞达纳表示感激 并祝愿他未来更加成功 现年90岁的阿瑞达纳正在为8月份在瑞德举行的世界锦标赛做准备 他每天早上跑步3到4公里 分别进行60米、100米和200米的训练 同时进行适合自己身体的力量训练 他谈演有时候运动过量 此外 他还透露已经开始撰写一本关于自己生活的书籍 他的未来目标是在90或95岁时 继续参加世界健将赛、周际锦标赛 并参加将于2028年举行的奥运会 阿瑞达纳老人家介绍本社记者采访时 鼓励青少年们坚持体育锻炼 尤其是乘跑 同时劝告他们远离烟酒 相信这样的健康生活方式将会给他们带来 更长久的幸福和健康